日前有关前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厅长赵黎萍 因为涉嫌持枪杀害一名女子 而被捕的消息传开之后 引发外界对此事的议论 中共官员杀情妇这并非第一例 但是背后的动机与牵扯出来的诸多一点 引发网友对赵黎萍杀人动机的关注 中共喉舌媒体新华社3月22日报道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 原自治区公安厅厅长赵黎萍 20日在赤峰市境内涉嫌故意杀人 已被公安机关击押 随后内蒙古警方在22号又披露 赵黎萍涉嫌杀害的是与自己关系较为亲密的一位女性 28岁的李某某 有消息称两人相识多年为情人关系 澎湃新闻网引述知情人士爆料 疑似因为被害女子要揭发赵黎萍 双方没谈妥赵黎萍便萌生了杀人念头 有分析更进一步指出 早在赵黎萍杀情妇前 就已经因牵扯多起贪腐案而被当局案中调查 一个是我觉得他可能他涉嫌的那些事比较严重 就是说他可能那个事真的暴露出去 他也是一个死 真的是探服很厉害或者怎么样 这样权衡之下那还不如就是把他那个情妇给杀了 因为他现在已经处于被调查阶段 他情妇一旦被调查 他将来如果也是一个死罪的话 那他还不如去想一点其他办法 这个可能是他的那个动机所在吧 据凤凰网披露 2014年12月内蒙古中级法院 在审理员内蒙古政府法律顾问办公室官员杜文时 杜文曾供述 自己曾交给时任内蒙古公安厅厅长赵黎萍130万公款 作为赵负责联络向公安部抹人送礼的费用 但相关证据此前全部丢失或被毁 检察官甚至毁掉了杜文提供的重要证据 在赵黎萍被抓后 杜文的辩护律师王府指出 从正常逻辑看 赵黎萍在被杜文举报后就应该被调查 而不是现在等到杀了人才被抓 此外据海外明慧网报道 赵黎萍也是内蒙古公安系统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头目之一 在赵黎萍治下 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和遭受酷刑 总部设在美国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也曾对赵黎萍发布追查通告 据相关报道显示 赵黎萍多年来一直带病提升 虽然多次被举报 并遭遇极其重大事件 却能毫发无损地不断升迁 原因是他背后一直有个巨大的靠山 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中国问题专家实时分析 近一两年内 随着迫害法轮功官员的接连落马 尤其是周永康的被查 使得很多曾经卖力执行迫害政策的马前卒 人人自围 而牵扯杜文案的赵黎萍 在看到自己的保护伞周永康已经无力回天后 选择了铤而走险 但最终还是难逃天网 新唐人记者朱志善张天宇采访报道